好比说我要删这个 以这个图形来做一个例子 我要删掉东西 先执行1 1就是erase 删除的快速键 打上1按enter 它问你 这时候你的滑鼠会变一个框框 叫做选取物件的时候 当它要你选东西 你的滑鼠就会变成一个框框就对了 顺便的告诉各位 如果 各位你现在看到我的滑鼠 是变一个小框框 有没有 有同学觉得 老师我这个框框很小 要紧面条都无好紧 好那我顺便教你 如果你觉得这个框框太小 你要把它拉大 你要把它变大一点 可以的 来我先取消这个动作的执行 先取消 来我先告诉各位 怎么样去设定 让你那个选东西的那个框框可以加大 变大 来请看 你呢到 红色的AR把它点一下 如果你也要设定 要跟我做同样的设定 你顺便这个时候跟着我一起做 没关系 你把你手边的指令先停一下来 不要执行 你按个ESC 先取消 你手边正在执行的指令 先取消 你跟着我进来做一次 红色的A呢 点下去之后呢 再到右下角找到一个选项 选项 好你把这个选项呢 点下去之后 等个几秒钟 好 他呢这时候会有一个 好设定的 标签 很多标签 有什么档案啊 显示啊 开启储存啊 等等 我们要设定的 就在最后最后的 最后最后的选取 最后算过来第三个了 选取这个标签 你可以定下去 就在这个选取的标签当中 第一个 有没有看到一个点选框大小 就这个 他呢 你可以把这个滑桿呢 按住之后呢 拉到中间 中间其实就很大了 你不要拉到右边 那很大 反而你要点选 不好点选 框太大嘛 没好惊名 通常我都建议同学 放在中间位置就好 拉到中间位置 其实就够了 这就是说 等一下我在选东西的时候 那个选取框 我把它设这么大 等一下要选东西 比较好选 就这样而已 好我们按确定 好 来那再一次咯 我要再一次的把那个删除的指令再执行一次 来各位请看一次 打上1 Enter一下以后呢 有没有发现我的框变大了 有没有 那是否就比较快 第一个方法叫点选 主要的点 就是用你的滑鼠左键 把不要的东西啊 把不要的东西啊 把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 有没有看到 用点的 点到它就被你选到了 OK了 等到呢 等到呢 你该选的都点好了 按Enter结束 它就删掉了 这样懂了 那么请问一下怎么复原 不是U 快速键复原是Ctrl加Z U是用在画直线的过程当中 要退回才用U 你指令执行完毕 想要后悔了 像我刚刚删的这么多东西 我现在不想删了 我要后悔 我要取消刚刚那个指令的执行 那就是把Ctrl按住 点一下Z 你不要按住不放哦 那就完蛋了 Ctrl按住 按住 再把Z呢 点一下就好 你每点一下呢 它就往前复原一次 再点第二下 又往前复原一次 所以呢 你呢 每一次呢 就要点一下就好 如果还需要再复原 再点一次Z 它就不断一次一次的往前复原 所以 像我刚刚执行的是 删除的这个指令 我现在要复原它了 我不要删了 我要它还给我 我就把Ctrl按住 点一下Z 有没有看到 它就还我了 本来删掉的东西就回来了 懂意思了吗 所以这个Z呢 你Ctrl要按住是没有错 你那个Z呢 只要点一下就好 每点一下Z呢 它就往前复原一次 每点一次Z 它就往前复原一次 这样懂意思了吗 所以呢 你千万不要按太久 你那Z按太久 有一种Z按太久完蛋了 就变成怎么样 所有的图都不见了 听懂了 你让你点这里就要复原 它复原很多次之后 你要再复 你要请它再帮我画回来 不行了 就变成说要重画了 所以呢 这个Z 一定要点一下 点一下 点一下就好 好 刚刚呢 我做的动作是点选 点 点到哪里就选到哪里的意思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 框选 框选的意思呢 就是用 拉框的方式 框有摸到就算 这之前我说过了 给它1 代表我要删掉 我要执行删除的指令 好 它要选东西的时候 如果你要删的东西很多 我就建议各位 用框选的比较快 因为框选呢 是由右拉到左 在右边啊 方向 在右边啊 点一下以后 手就要放开哦 你不要按住不放哦 要放开 然后呢 再拉 一个框往左边拉 各位有没有看到 框有摸到就算 有没有 框有摸到就算哦 哦 绿色出来的 就是框有摸到就算 好 拉到你要的位置 再点一下 哦 你看 这边通通都变暗了 就代表通通都是 等一下删掉的 选完之后 记得按Enter 它就被你删掉了 这样同时了 所以呢 框选是由右到左 窗选就不同 窗选是相反 好 我再执行一次 一 删除 这次呢 我要删的只是一小部分 比如说我只要删里面 这个三角形就好了 圆 我要保留哦 我只要里面 这个三角形就好 这时候呢 我就建议你用 窗选的比较保险 从左边点一下以后 手就放开哦 拉过来 各位有没有看到 所谓的窗选 拉出来是蓝色的 由左到右 拉出来是蓝色的 东西一定要完全在框框里面 才算有选到哦 所以目前这个状态呢 是只有那个三角形 我被选到哦 外面那个圆呢 是没有被选到哦 这样子 好 拉到我要的地方 再把它点一下以后 你们看到 这三条线就变成暗色 变暗沉了 就代表被选到了 OK 按Enter结束 就删掉了 所以呢 这个框选 跟窗选 国际认证的时候呢 会考你 要注意 所以你要注意它这个特别 这个差别 再来什么叫做套索呢 来各位请看 很多同学呢 不经意的就会做到套索 来各位请看 比如说我要执行 删除的指令 1 好Enter一下 好 他要我选东西了哦 于是呢 就有同学怎么样 按住滑鼠左键 就不放了哦 这时候你会发现 诶 你滑鼠拉到哪边 他就跑一个框出来 有没有看到 是不规则的 对 这个就叫做套索 这时候我的滑鼠 左键是按住的哦 按住之后呢 我就随便跑 这时候呢 跑到哪边 他就选到哪边 OK 手放开 这样就算全部都选到了 你在跑的时候呢 还是有分左边 跟右边的差别哦 怎么说呢 你看哦 如果我用的是套索 好 这次呢 是从左边拉出来 有没有看到变蓝色的了 了解了哦 变蓝色就代表什么意思 对 一定要全部在框框内才算哦 所以呢 各位要记得 所以呢 虽然是套索 它会去判断你的方向是由右到左 还是从左到右 它会产现绿色 或者是蓝色的差别性哦 反正绿色就是框有摸到就算了 蓝色的话就一定要在完全在框框内才算就对了 好 各位要记得这两个颜色的差异性 哦 OK 好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套索 你只要按住左键不要放 开始去移动滑鼠 它跑出来的方式就是套索的方式 哦 OK 好 那么呢 这个我们就介绍到套索 等一下各位都可以自己尝试看看 我们利用这个删除的这个指令啊 把这个选取的几种方式啊介绍给各位 最后一种比较特别叫做离选 那个离哦 事实上就是线条 它要你拉出一条一条的线 线有通过就算有选到 来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要把这三个圆删掉 外面的三条形要保留啦 就里面这三个圆就好 来各位请看 打上1 代表删除的指令嘛 enter一下以后呢 离选的快速键是f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当他问你 当他要你开始选东西的时候 你再打上一个f 就是切换的意思 切换到离选的模式的意思 打上f呢再按enter 好这时候呢 请各位注意看哦 我就从其中一个圆里面啊 从其中一个圆里面啊 点一下以后 你看我就可以拉出一条线 有没有发现 我呢 拉出一条线的时候 线经过什么 就算有选到什么 有没有发现 我现在经过两个圆 所以两个圆都被我选到了 有没有 好我拉下来 点一下以后呢 再拉出第二条线 哦这时候三个圆 是不是通通都被我选到了 因为这三个圆呢 都被我的线给经过了 好最后拉到第三个圆的时候呢 我把它点一下 好到目前为止 三个圆都变暗了 因为他们都被我的 拉出来的直线给经过了 所以就算有被选到了 好选完之后呢 如果OK了 我们就按enter 哦再按enter 就算删掉了 所以离选呢 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 老实讲比较少用 要看情况 但是呢 他既然这种方式 我们还是介绍给各位 所以离选的话呢 我再做一次 打上1 按下enter呢 代表我们要执行删除的指令 那假如今天你要用离选 拉线的方式选到东西 那叫做离选 你要打上f 再按下enter 就切换到离选的模式 把你要选到的 你通通都要用点一下 点一下 点一下的方式去形成 一条一条的线 那线呢 只要有通过就算有摸到 OK了 等到你不拉线了 你就按一下enter 再按0是enter 就算删掉了 所以这地方啊 请各位呢 了解一下这几种的做法 好 有问题 这个就是各位呢 将来国际认证 有可能会考你的题目 因为我们考的时候 就有看到这题 我们之前同学在考的时候 也出现过这种题目 所以我们要跟各位讲 一起的合理